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7月3号星期五 香港警方在机场 就是说飞机都已经上了轨道了 准备要起飞了 就愣给拉回来了 抓了一个24岁的男子 是星期二昨天的凌晨 那么怎么回事 在7月1号的抗议活动当中 这个人刺伤了一名警察 说是怎么回事 下午4点在铜锣湾 一名防报警察 追赶抗议者的时候 落单变成一个人了 他试图在试图制服 一名示威者的时候 周围的人就试图 把示威者救出来 这时就有人用雨伞等物品 攻击这名警察 其中有一个身穿蓝色衣服的男子 好像是哪也不什么东西 反正扎向警察的所肩 导致警察大量出血 然后示威者得以逃脱 把那人救出来之后 这个人也赶快跑 嫌疑人逃跑之后 于当晚乘坐国泰航空的 一架航班前往英国 警方在得到举报之后 在飞机起飞前赶到机场 航班编号是CS251 原定是晚上11点55分起飞 但因警方的抓捕行动 突然到了凌晨1点才起飞 有10名防暴警察 在飞机起飞前 大约的10分钟才赶到 把那飞机就愣从跑道上 就给叫回来了 嫌疑人是在离开抗议现场 两个小时之后 买了前往伦敦的单程机炮 然后没有带行李 就去了机场 等于他刺伤了之后 他自己也知道惹祸了 马上就跑 跑了之后 就是说在商量怎么办 两个小时之后 就决定马上跑 往伦敦跑 结果买了伦敦的单程机票 没有带行李 什么都没有 就直接就奔进场了 都没有赶回家去拿点东西 这次航班是在周三卖出的 唯一一张机票 等于到周三的 就是说当天买当天的机票 是唯一一张 然后这男子持有一本 过期的英国国民的海外护照 现在英国不要对护照 就给他们过去 前香港说这个事 怎么回事 是这样 说前香港特首梁振英 他发文悬赏50万港币 给提供线索 抓捕这名再掏嫌疑人 梁振英还承诺绝对保密 就是说不管是谁 把他出卖的话 50万我偷偷给你 不让任何人知道 那么就说有他的亲属 就是贪图50万港币 把他给出卖了 是他的亲属知道的 因为他这两个小时要跑 说这亲属看到 原来看宣传50万 然后就报警 把他抓了 为了拿这50万 不知道能不能拿得到 这名男子的父亲 周四接受访问时说 说儿子毕业于 香港大学的统部工程系 这还是高材生了 在一家私人公司 做工程师 每月的收入 约2万港币 还是算是高级人才 我觉得 被亲友举报之后抓获 抓捕的现场 有了一些 有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内部消息 但是现在没有被香港的官方 去证实 而内部消息 对被抓捕的男子 我觉得是不利的 所以出于 我觉得对闲人的保护 我就不在非会员里说了 一会我们在会员里面 我说一下 我得到的一些线索 就是男子被抓的时候 还有不该出现的人 在旁边出现了 而且在他的身上搜出来的 不该有的东西 那么涉及到很多问题 当然这个还是微信正事小条消息 所以一会儿 就在会员论响里边说 好吧 现在目前我们掌握的 官方的能够准确的来说 就这些 好吧 小条消息 咱们小条消息 咱们就私下说的了 好吧 这期间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